今天要去泡汤 吃粥跟买柠檬派 春天非常适合出外踏青走走 早上起床的时候 天气微凉决定来场说走就走的春天清旅行 微凉的天气适合泡汤 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位在杨明山附近的沙漠山温泉区 前往沙漠山的途中 我们选择走的路线是由中山北路再接天母 中山北路是规划完善宽40公尺的道路 有快车道 慢车道 分隔道及人行道 分隔道种植樟树 人行道种植蜂箱 不论是汽车或者是散步在其中 对于盎然 让人回味无穷 你知道台湾的温泉分为几大类吗 总共有五大类 碳酸泉 碳酸氢钠泉 食盐泉 丹醇泉和硫磺泉 阳明山温泉及北投温泉就是属于第五大类的硫磺泉 那今天我们要去的沙漠山温泉区也是属于这一类哦 硫磺泉具有软化皮肤角质的作用 具有质氧解毒排毒的功能 是各种慢性病的有效疗汤 因此被称为皮肤之汤 中山北路 中山天母北路 再往山上走街行一路 就会进入到沙漠山温泉区 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咯 今天去的是黄池 它的营业是24小时的哦 但是用餐时间只有从中午的12点才开始 刚刚提到沙漠山的温泉属于硫磺泉 而黄池的温泉则是属于其中的青黄泉 因为里面含有雷的成分 所以这里的温泉也被称之为雷泉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进去泡汤吧 进去之后先别急着去泡汤 我们先去点今天中午要吃的砂锅粥 沙漠粥是每个来黄池的客人必吃必点的美味料理 这边的沙漠粥是采取开放式厨房 你可以看到厨师在旁边就准备你中午要吃的各式材料 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一大盆堆积如小山的红旬 在祖州区旁边还有一区是现做的港式小店 在泡汤前记得先预定的沙漠粥哦 沙漠粥的主类有很多 我们今天选的是综合沙漠粥 越越了沙漠粥之后 我们就可以前往汤屋去泡汤咯 跟着我一起来泡汤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泡的汤屋 是不是很大呢 在这里的个人堂屋就是这么大 所以CP值非常的高 硬黄泉含有二氧化碳及硬化氢成分 可改善全身血液循环 对高血压、动漫硬化患者、慢性风湿痛关节炎、坐骨神经痛 颈肩腕症候群和慢性心脏血管疾病也有疗效 泡汤时间的长短是温泉的温度而定 如果已经汗流浃背或心跳加速 表示该休息咯 泡完汤之后准备去用餐廊 今天我们预定的是综合砂锅粥 综合砂锅粥里面的主要食材有活虾、红巡和田鸡 田鸡富含有蛋白质、钙、磷 有助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 也可以缓解更年期的骨质疏松 所含的维生素E、心、锡等微量元素 也能延缓衰老、润则肌肤、防癌抗癌 我们点的砂锅粥上菜咯 里面有好多材料哦 有虾、还有田鸡跟红巡 看起来十分的丰富美味呢 先装一碗砂锅粥 哇你看 里面满满的材料 料都比粥多了呢 里面有田鸡 还有虾、干贝 跟吃起来很像切片的栗子 口感非常的丰富 用餐后来胜散步 用餐后来胜散步 这条溪叫做黄溪 黄溪位于台湾北部属于淡水和水系 为外双溪的支流 黄溪的后段也是北头须和士林区的介河 上游又称为阳明溪 源自于阳明山国家公园的七星山小游坑 现在要来天母地区相当有名的四十年老店 吃吃看 相信大家对这家店一点都不陌生 是非常有名的起司蛋糕 起司饼专卖店 每次泡完汤 我们一定会来这里买蛋糕 我最喜欢吃的蛋糕就是 这个 柠檬派 那其他的蛋糕也很好吃哦 这边有很多核桃派 巧克力 起司派 樱桃起司派 还有起司蛋糕 红豆塔 红豆泡芙 那另外我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就是 巧克力布朗尼 这是我最喜欢的柠檬派 另外我们还买了起司蛋糕跟巧克力布朗尼 下次来泡汤不要错过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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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